自蔡英文上台以来 岛内形形色色的分裂活动激起了大陆群众极大的愤怒 武统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可以说 统一台湾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也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然而 蔡英文显然不这么看 海外网1月23日报道称 蔡英文竟是接受台湾情侣主持人郑宏毅的专访时 正询问蔡英文你觉得大陆会打台湾吗 蔡英文回应称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她叫销 不过 甚何决策都要考虑成本 而在不久前 蔡英文在参加媒体查续会上声称 相信今天大陆领导层应该是理性的决策者 甚何对台动武的可能性 应该都不在现在的决策思考里面 断言不相信大陆会无捧 从不相信大陆动武 到有可能动武 再到大陆动武要考虑成本 蔡英文为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频频发声 努力向岛内老百姓传递大陆不会动武的信号呢 说明她深知当前形势十分严峻 大陆已将她与李登辉 陈水扁支柳化归以类 不再抱任何幻想 扎扎实实进行军事斗争准备 这让她感到十分心虚 所以不断放话试探大陆的口风 民进党靠激化两岸对立情绪 抹黑大陆获得政权 如果她不继续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 恐怕政权难保 而继续走毒的路线 两岸一战就无法避免 以两岸目前的经济 军事以及综合实力的对比 她被斩首或者被抓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她的内心其实还是十分惶恐的 因为走在悬崖边上的她 随时有掉下悬崖的可能 正可谓聪明反备聪明物 倒误了轻轻性命 在岛内的政治光谱上 支持毒与支持捧的都是少数 大多数人是其强的中间派 据媒体报道的民调显示 62%的台湾人认为如果不能维持现状 愿意和平统一 如果台独势必带来战争 便有90%以上的不支持台独 民进党当局要为政权选命 就必须迷惑大多数老百姓 让他们认为民进党无论怎么折腾 大陆不会把台湾怎么样 作为蓬包手足 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是我们 最不愿意兵戎相见 只要蔡英文当局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哪怕还要多等一等 我们也愿意 如今 蔡英文想把台湾分裂出去 依靠美国和日本与我们对抗 性质那就大不一样了 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 两岸因政治制度 生活方式等产生的问题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而脱离了一个中国的框架 两岸就是始统水火的低沃矛盾 这是不可调和的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是最高领导人代表 全体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音 我们实现国家统一是不计代价的 不知道蔡英还会不会证为我们不会舞 或者担心武统成本高 这是最高领导人代表的 我们实现国家统一是不计代价的